咕咕打開我是楊青 今天要來分享我法國折扣機買了些什麼 因為有鑒於我下個月要去捷克 所以我真的不能再買下去了 所以我為了要阻斷我的購物欲的話 我就要趕快做這個影片來賭絕底下我的購物欲 然後我剩下的東西 我有一筆錢我要在捷克買 所以我就不能花太多錢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我這一次折扣機的話 主要都是在買衣服跟鞋子類的東西 所以鞋子也沒有用 鞋子就買一雙啦 就主要都是在買衣服類的東西配件啊 我就沒有買說化妝品跟藥妝那個東西 因為我在折扣機之前我就有去巴黎 我就有買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之前買我購物的影片 我的身上尺寸是比較大 所以說如果你是大尺寸的女生的話 我覺得這個影片對你來說應該是有幫助的 因為就是都是大尺碼 大尺碼就對了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進入正題吧 首先呢我先來介紹就是 內衣沒錯 我每次折扣機都會買內衣 只要如果你們有看我之前購物的話 我也是在上一個折扣機我也是買了內衣 然後我這次買了非常多的內衣 給大家看一下 我買了 一件 兩件 三件 四件 五件 六件 七件 七件內衣再加一個 new bra 然後告訴大家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樣 如果你是大尺碼女生的話 就是胸部很大的女生的話 我真的非常建議大家可以來這邊 跟上次講是一模一樣的話 如果你胸部很大 我的size是多大 就是 我的size就真的很大 我在台灣的話 我是穿 呃 大 E 小 F 應該算是這樣子 對 就是生理期的時候會到F 然後平常是到E 基本上 我在台灣是買不太到什麼 比較對的尺寸的內衣 所以 就是你 我知道 我覺得如果鏡頭前面有大 胸部大的女生的話 應該都可以了解說 就是什麼叫做 找不到對的尺寸 就是你在找再怎麼大 就是那個尺寸也不是你的size 所以你就會去就說 算了 我只要有內衣穿就好了 我們這種尺寸的人啊 真的買不到什麼漂亮的內衣 都長得很醜 我來 我帶來這邊的內衣啊 現在已經全部換一批了 我已經把我台灣內衣全部都丟掉了 我現在櫃子裡面的內衣全部都是在法國買的 所以我就非常爽 我的下圍很大 我的下圍會到 台灣算什麼 我這邊是穿 100 100 我是買110 或是105D 我在這邊的尺寸 所以這邊尺寸會比台灣稍微再 大一點 就是 他們這邊的D 我在這邊是穿 大D小E 這樣子 反正就很好買就對了 這個很漂亮 然後我買的第二件 是這個 這件也很漂亮 而且你看它都是長 就是 你這種 我不知道 大胸部的女生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 你看我胸部多大 就是 我每次都跟我媽說 就是我的口 如果我的內衣壞掉 我可以拿來當口罩 還可以給兩個人用 可以把整個內衣都遮住 就是 買了這些內衣 第三件 第三件是這個 你看 是不是很可愛 在台灣根本就買不到可愛的內衣啊 可愛內衣都嘛 只有到D 最多最多 就到D 結束了 然後還買了兩件的 無痕的 在台灣的無痕其實也 也沒有做到很大的size 所以這是我的第一件無痕內衣 然後素色的 真的是 非常開心 而且這個很便宜 這個 一件才20欧 就是 它是全年 都是這個價格 就沒有特別打折 然後我是趁打折的時候去買 它是兩件 39欧 所以一件是20欧 就20欧 非常OK啊 所以 然後還有買了一件這個 這個就是一般 說真的 這個就是一般 我們在台灣 大全部的人買到幾乎都是這種花色 幾乎都是這種花色 可是 這 我覺得這顏色還蠻漂亮的 所以我就 我就挑了 而且它上面也有做個蝴蝶剪 對 我買了這樣的是6件 然後 折合台幣的話 折合台幣的話 一件大概是600塊 就是 價格有高有低 可是 如果你算個平均值的話 一件大概是在600塊 我買 一件是在13塊到15塊歐元之間 就 非常的便宜 我覺得我這次買到最開心的東西 應該就是這一件 這件是我買到的運動內衣 它是運動內衣 你看它後面做 就是交叉的 你看看 它後面是做交叉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對 它是做 就是你在背後的話 你就會看到是 這樣交叉的方式 大尺寸的內衣都不會有做 可以拆解肩帶的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才買了一個new bar 因為 我就 我們就很難買到 就算是在這裡 你很難買到可以把它拆開來的 就算是拆開來我覺得也不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才買了一個new bar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new bar 然後 我還沒有用過 所以我不太確定說 這用起來的效果是怎樣 就 不可避免 就是胸部一定會垂垂的啦 同一間店還買了內褲 然後 內褲就是這種 很 比較少女 然後比較歐風的 然後它是 三個花色不一樣 就上面會有個什麼 my supergirl 什麼那種 潮寫字體那種 就是比較 文青 比較少女的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說 你來法國買內褲的話 都只會有 什麼蕾絲 比較成熟的那種 沒有 他們有給少女穿的 接下來是 睡衣 睡衣的話 大家應該有看到我的這張照片 對 這個就是我在另外一間店買的 喔我會把店名放在下面 如果你們有人要看的話 想做資訊的話 就可以去看到 就可以去他們上官網 我買的是這個睡衣加睡褲組 然後它這個是 新武生的那個 河馬 這是爸爸 新武生的爸爸 然後它上衣是這樣 然後這樣是一套 它這樣是一套 然後我也記得好像是 一套這樣是 八歐 超便宜耶 一套八歐 超便宜的 然後還買 去另外一間店 這間店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所以我就沒有打在旁邊 這間店就是 買了這個 這個是裙子式的 就是非常的 我還買了 比我的尺寸大了兩個尺寸 就是 睡覺 睡覺用 反正就沒有什麼差 睡覺用的 睡裙 算睡裙 就是一般棉質的 我喜歡穿棉的睡衣 因為我覺得像絲狀那種 我就穿起來 不是很舒服 我喜歡棉的東西 我買了一件 比基尼 買了一件 比基尼 可是這個比基尼 我不是用來 穿去 我不是用來 要穿去海邊還是幹嘛的 我純粹只是想用來 搭 那個 一些裙子 因為到了歐洲 你到歐洲的時候 你去 洋裝店 或是衣服店的時候 他們很常會有那種 露背 或是 鏤空的設計 然後當你 露背 鏤空設計的時候 因為像我們 胸部比較大的 然後內衣就會 會做得很寬 然後我們後面 背扣那個部分 也會做特別寬 所以就變成 你後面有一塊 很大塊的那個 內衣 的那個背扣在那邊 就不好看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買一件 比較素的 素的那個 比基尼 因為它這邊是藍色的 它到這邊就沒有了 所以只會露 我只會露出後面 就是藍色部分 然後後面就是綁繩子 然後就當作是內達泳這樣子 歐洲的比基尼 上下半身都是 都是分開賣的 所以你不用想說 我買就是要買一套 沒有 它們都可以 你可以分開買 這個的話就是 一件才12歐吧 接著就是 飾品類 這個是我最近的新款吧 我買了這一組 因為這一組 我第一次在店裡面看到 我就說 天啊這就是我最近 想要找的東西 因為它有各種不同Size 各種不同樣式的圈圈 可以戴 然後我覺得它的 如果看我最近的Vlog 或是看我最近的影片的話 我很常都戴這個 或是照片 很常都是戴這一組 就是反正我就是 想換就換不同的圈圈這樣 最近比較愛戴這一種 還有買一組的 Choker 對 這個是三個一組 一個是這樣子的 比較民族風 印第安風的感覺 大家長這樣 然後就是 就是戴在脖子上 就是狗戀 阿仔又說 就是狗象圈 這樣子 可是回去好看就好啦對不對 接下來呢 就是衣服類的東西了 衣服類的東西的話 我買了一件裙子 裙子它長這樣 它是H&M的 呃非常的便宜 它才2歐 因為它是過季品 它在正冬天的時候就有出了 然後我同學有買 然後我現在打折的時候 它就降到變2歐 就非常的便宜 我覺得窄裙這個東西阿 雖然說 胖胖的人穿窄裙 有時候如果你搭配上衣 搭錯了長度會看起來很可怕 所以說你穿 可是我覺得窄裙有時候 你搭對的話就非常的顯瘦 可是你注意你要把你的小腹給藏起來 如果你把 因為通常胖的人小腹比較大嘛 如果你把小腹好好的藏起來 其實看起來就會比較瘦 接下來買的是一件 呃這個是法國牌子 這個非常平價 法國平價品牌 然後它也是打折的時候 這算是有一點中版 沒有到非常長版 可是可以大概遮掉一半屁股的襯衫 我覺得它可以穿得很休閒 也可以穿得很正式 我覺得還蠻好搭的 因為然後它有一點寬 它不是那種非常非常貼的那種 而且它是比較絲 絲狀的 就是它是滑的那種材質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那時候買一件好像是12歐吧 就覺得喔好便宜喔 然後就買了 ZARA的 ZARA的話通常我平常不會買 因為ZARA的衣服會比其他的牌子貴很多 像是你買ZARA一件衣服 你可以到H&M買兩件吧 我買的 ZARA買的第一件是這個 這件其實很可愛 你看它的袖子是長這樣 對寬袖的 而且它有今年最流行的刺繡 我就是非常喜歡寬袖 然後又是刺繡的東西 可是它有個確定就是 它是一件開金的衣服 我覺得它只能當開金三串 因為我有試過 如果把它拿來裡面打小可愛的話 也是非常的不好看 所以我就覺得它可能只能拿來當外套吧 就是開金三這樣穿 然後我還沒有想到說 下半身要怎麼搭它 上半身穿起來還OK 可是下半身到底要怎麼搭 我就要想一下 因為它也沒有到非常的長板這樣子 對就是 勉勉強強才能把肚子遮住 所以我還在想說我怎麼搭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我後來會怎麼搭的話 就請你追蹤我的Instagram 然後說不定你有一天就可以看到它 出現在我的Instagram上 接下來這一件的話也是ZARA的 它也是前短後長的襯衫 然後它是麻的材質 看到 對它是麻的材質 然後也是全部都做了寬寬 這個我在Instagram有搭過 可是那張照片好像被我刪掉了 因為我覺得那天我覺得我搭的不好看 所以如果你們常看到我Instagram 前一天有然後後天照片就不見 就是因為我對那張照片不是滿意 就是有點龜毛 這個的話我已經有想到 這件的話其實搭窄裙非常好看 因為它是我剛剛H&M買的窄裙 因為它是前短後長 所以說它前面剛好可以把小腹遮住 然後後面可以把屁股遮住 然後因為它很寬 所以你搭衣服的話 你不能上面寬下面又寬 不然你會看起來更肥 所以它下半身如果你是搭 因為它很素 所以你可以搭那種 印花風的窄裙 或是 比較鮮豔的窄裙 或是比較素的窄裙 都可以 我覺得窄裙是一個滿不錯的選擇 或是搭牛仔裙 也是可以 高腰牛仔裙 你可以把這件稍微砸進去 前面砸進去就好了 接下來剩下的衣服 全部都是在ASOS上面買的 因為ASOS它也會做那個換季 所以它換季的時候它打折也是打很多 這個的話第一件是這個 這件是一件 這件其實是冬天的 然後它是一個 帽T 紅色的帽T 可是它的袖子長這樣 我當初就是看到它的袖子 我會把那個它的照片放在旁邊 就是給你們看一下 摩托車穿起來是長什麼樣子 它穿起來就是 它這邊就是一個很寬的很寬的袖子 我就覺得非常的可愛 然後它是長版的 它也是長版 它可以遮掉 它可以遮到大腿 膝蓋上面一點點 我覺得非常可愛 冬天的時候 而且它帽子也是很大的那種 不是那種卡在這邊那種 你也知道就是有一種 有一些帽T 就是帽子會卡在這邊 它帽子也是很大的那種 我覺得這件我非常的滿意 而且我買這件才 五百多塊台幣吧 其實我買比基尼的內 主要是來搭這件洋裝 它正面就是長得很 一般就是背心 然後下面是蛋糕裙的那種感覺 然後長度大概是到膝蓋左右 可是它的背後 是長這樣 就是開得滿低的 所以我覺得後面如果穿內衣的話 就會露出那個後面的背扣 我就覺得非常不好看 所以我才去買了一件那個 呃...比基尼 然後這件我會帶去捷克穿 所以我應該是 你過不久 就是可能到下個月之後 你們就會看到我 應該會PO這件的穿搭 接下來還買了一件 我期待很久的衣服 就是這個 呃...這個長這樣 其實它應該算紅很久 可是我第一次買這種衣服 就是它後面是那種美背的 也是很多槓這樣子 我不這樣吊起來 其實我會找不到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穿它 對 它就是後面會長這樣 然後前面也是 林口開 蠻低的 可是...就是我... 我一樣會搭那個... 那個比基尼在裡面 或者是... 如果我有勇氣的話 我就是... 就不穿內衣這樣 這邊其實到夏天 超多人沒有穿內衣的 我很想試 可是我現在還沒有勇氣 接下來是最後兩樣東西 是... 短褲 是的... 然後...像我的臀尾的話 我就... 影片我有講 我的臀尾 我在台灣大概是穿2L到3L 我的下半身的臀尾 腰尾跟臀尾是... 38 腰尾是38 欸...36 我的腰尾是36 我的臀尾是... 45左右 對... 然後... 就有沒有很大隻 就是應該顛覆大家的想像 然後胸部位很大 可是我的腰... 就相對起來 腰看起來會比較瘦 這個的話 我穿... 我穿ASO 我的褲子 下半身我是穿16號 所以如果你臀尾跟腰尾跟我差不多的話 我覺得ASO上面的那個尺寸表還蠻準的 你們可以買看看 我買了這一件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我人生第一件破損的這種短褲 雖然我穿出去還是會不自在 可是我很開心我有這件褲子 人生第一次嘗試 然後我還買了另外一件褲子 是找這樣 然後這兩件其實都算是高腰的 然後因為這邊這一件 它有這種做那種捲起來的設計 捲起來的設計 會讓你的大腿看起來比較瘦 所以我買這件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非常滿意 因為它真的是... 就是有達到我心目中的那個想像 然後我還買了一雙鞋子 一雙羅馬鞋 告訴大家 我連腳都是大隻嘛 我穿... 我在台灣穿 45號 男生... 我只能買到男生的球鞋 我男生球鞋 我是穿 9號半 10號 我都跟我弟 我們兩個是同size 我跟我弟都穿同一雙球鞋 然後我來這邊的話 我是穿 41 或是42 如果是這種比較裸空式的鞋子 我是穿41 因為歐版的話 然後是穿薄鞋 我就要穿到42 我在台灣穿45 呃... 對 45 45就是你們穿36 37 38 然後我穿45 就是不要懷疑 就是...沒錯 就是這麼大 就是所有的衣服了 對 那就這樣子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讚 然後如果你還想追蹤我更多穿大的話 就麻煩請你追蹤我的Instagram 然後告訴我 呃...各位妹妹們 如果你也是有關大尺碼的困擾的話 或是什麼的 如果你覺得我穿衣服 你還蠻喜歡 你也覺得還蠻顯瘦的 就麻煩請你留言告訴我 你想不想看我 拍這樣的穿搭 就是像其他的女生 網美 就是比較瘦的女生 他們買什麼像是淘寶穿搭什麼的 他們都會秀那個實穿照 因為我不太確定說 大家想不想看我的實穿照 因為我的身材是真的蠻不好的 所以不管再怎麼 我能講說不管再怎麼顯瘦的衣服 穿在身上其實還是會胖 因為我就是胖 可是我能 應該能告訴大家說 怎麼穿出來會比較好看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麻煩請留言告訴我 我會 呃...努力也想辦法就是 拍這樣的影片給你看 因為我之前蠻喜歡看的 好 那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